我想問你任何assessment都有一個reference 有一個參照的 你這個參照呢 譬如說那個污染那個污染物的標準 或者空氣質素的標準 你是不是用一個較為outday的標準呢 或者是你當你做這個環境的時候 那可能初行程都還沒有在 變成你的環境報告 當然是根據當時是野外空曠的 毫無人煙做這個環境報告 現實上現在呢 我們日昌看城和周遭的住宅 黑鑽去落城 那你現在的環境報告還在用舊的指標 變成對於我們入住的住客來說 是有一個很不合理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政府也是最大的發展商 政府也都透過這個地鐵賣樓給我們 我們當初買樓的時候很清楚 在2014年已經是停止這個堆填區的 是不會再有任何的擴展計劃在那裡的 那現在你們呢就出現反應 就是把我們的日昌看城的居民呢 那個的利益 一去犧牲 那我覺得這裏呢 就是需要你們的政府去解釋 還有要去處理 多謝這位市長的意見 那據我理解你的政府有三大點 第一點就是你的指標 那指標呢 其實我們的指標 是根據《還命條例》裡面的 《Telecom and Merandum》 技術秘密碼裡面的指標 那所有的指標呢 都是要根據世界的標準去定出來 再有就是說 很多居民也都提到 就是說對健康的影響 在健康的影響 在城規委大家都有很多意見 關於健康的影響 那在我們那個環評報告 我們是參照美國 US EPA 加州空氣諮詢委員會 最新的指標 去能夠理定出來的 所以我們是參照最新的 國際指標去理定 你不如回答一下 你的三個問題 最後的問題就是 你們剛才講過 日昌城是未存在的 在我們做環評的時候 但事實上 再看環評報告 看得很清楚 環評報告裡面 已經包括了研究日昌城 也是參照當時 日昌城發展商提交的資料 樓層、高度、密度、單位 這些資料 去做環評報告裡面的研究 所以在環評報告中 我們是沒有 照顧日昌城發展所需要的研究 這是第二點 至於第三點 就是你們賣樓的時候 沒有這個擴展計劃 可以參考大家的資料 我們2014年已經是 就著這個擴展計劃 2004年 2004年就著這個擴展計劃 已經提交給區議會 也都由2004年開始 是不斷去做一個諮詢 去提供資料給區議會 和附近的市民 關於張均澳堆填區 這個擴展計劃的發展情況 所以 為什麼法治商說沒有說 這個我想 差不多要看你們和法治商的資料 但是 在政府的角度來說 我們2004年已經是公佈了 我們會進行這個 張均澳堆填區擴展計劃 是嗎 那你說錯了 我們2004年都沒有入住香港康城 我剛剛想說 第一 我要先踢爆環保署 人家審計署剛剛才出完報告 你們25年 25年都已經不符合 世衛的空氣質素指標 我們根本在中毒的全香港人 尤其我們張坂的居民 現在 另外 2005年那個環評 就說 已經說了不應該近民居的 堆填區 但是你們都 我們2005年開始聞到臭味 你就一路漠視市民的訴求 一路就繼續堆人又來 一路就繼續抗建堆填區 你一路自己做過完環評之後 跟著自己 就毀了自己的武功 跟著最後 現在 就好像說 你們現在 還要在這裡 我們超過九成的諮詢 上去城區會 九成的居民都反對 九成的事 你城區會都可以漠視意見 我不知道做這些 這樣的法定程序來做什麼 根本你在這裡假諮詢 是不是 好 還有你有什麼理由 以加州的人口密度和香港 人家以世衛標準的 你以加州做什麼 你很愚蠢 你很愚蠢 你你世衛 當然是世衛 那個最準確的 我剛剛很多事情 其實不可想說的 有什麼 在城區會 在過程中 都 好嗎 好 我想這樣 其實我幾個朋友 大家也都 阿基哥 大家都已經見過了 其實他們所說的問題 其實在不同的場合 不同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經過了 也都答過了 我想 今天 很坦白 阿基哥 你出來了 方議員出來了 陳議員出來了 都可以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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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愚蠢 看一看他們的運作 因為你看看的時候 也想看他們的運作 我也希望 能夠集中一點 看看他們的運作 如果有什麼問題 找他們的運作 或者怎麼處理一些 都連區 可能會 周邊有居民的 我想 你看那些 因為那些 剛才那些 剛才那些 我真的答很遲 因為我們真的 都解釋過很多次 政府的程序 我們都覺得 一定會說很多次 如果再在這裡 說回程序 你就可能說 有說回那些事情 因為大家都是說回那些事情 起碼阿基哥 都明白 我們都 這樣的情況 謝謝黎先生 或者我問一下 我其實都知道 我以為 淤泥 當然你說會 盡早關閉 就不再躲進來 但是其實淤泥 就不在這個 倒在家 那些垃圾 這個出泥口 是在旁邊的 那是否每一天 在岗泉州 那些淤泥 也有16架 一直在這裏 倒在這裏 這個第一 可能其中一個臭味 有一個 圓桶那隻就是這樣 明白 好 那譬如 為什麼我們說 康成 我想說 你們蓋的東西 就蓋不到那些臭味 我就這樣說 你們怎麼做都好 我們想要的東西 就是不臭 我們現在站在這裏 大家站在這裏 是臭到冤的了 現在很坦白 臭到很辛苦 可以說 那如果現在說 有泥蓋 因為你們下班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說 就倒了11點 因為你一下雨 有機會 晚上一下雨 散了些泥 那你說有Porsche Shell 但不是全都蓋了 因為你倒Porsche Shell 你要時間 你最後那車11點進來 那你們又說 那你們又說 那我亦都有知道 潮緊嶺也有投訴 說有光污染 去到就是說 凌晨 是不是你們做到凌晨 幾點 那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們下雨 是不是沖走了泥之後 我們的居民有投訴 你們又怎麼處理 因為我們的投訴是去環保署 但是接著 在植谷的同事 Bivonna 他們又怎麼去接收到訊息 比如康城居民 聞到烏臭了 惡臭了 那那天下雨又散開了泥 那你們怎麼蓋呢 怎麼處理 或者反過來 你們應該怎麼去跟進這個 特別淤泥 淤泥 你拔了出來 那它根本是馬桶那些屎 那樣的味道 就是這樣的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是建議 一提早 你縮短時間 你給餐好飯 別人吃晚飯 就是你這個也都 就是你每一日之後 每日夜晚 六點鐘 就關掉它 就是這個也是我們其中一個建議 因為實在你看一下 是接近得很重要 有時候我們都理解到你的困難 你技術有時候也蓋不來 那有些呢 就譬如 車都上來黑蒙蒙 你們有多少同事去看著它呢 很勒到它吹走了 散開了些東西 污染物 抽菊回來的時候 我們晚上投訴 那你們又怎樣回應呢 請你們或者 劉先生來回應這件事 有時候有六七點 不是我找了 它全部都是operations 那我真的要找operations的人 托菲 那你不用雞雞 運一些淤泥過來 不在這 他就說 堵到東西 其實淤泥都不倒了 那垃圾 垃圾你倒了11點 11點之後那怎麼辦 那下雨 你們怎樣下班 你們怎樣下班 你們下班 你們下班 那你們的伙計呢 我前日斯文宇 你們的伙計 那你們的伙計呢 想請問 那最後的阿出來那個11點 衝關到11點了 那你怎樣處理 11點之後 11點之後 當最後的車驚倒完之後 那我們同時就開始上海 就要覆蓋泥土了 那我們就會將所謂暴露出來自邊 覆蓋 覆蓋完之後 他們就會再噴一層所謂post shell 在那裡 那直至整個工作完成了之後 那我們就會叫做工序完結 那你到post shell 是有一個過程的 你要噴很久的 那你們3點 那你慢慢噴 你不噴到幾點呢 因為隨時 真的似乎 我當時的情況 有時可以到12點 其實1點鐘 都不是一個奇怪的事 因為他的mission 就是覆蓋回門 好了 所以蘭比 這樣就有光焰 你晚上開了大光燈 所以蘭比的一件事 我建議你們 真的盡快縮短每一天的運作時間 因為你6、7點 你應該做到 譬如屯門 你為什麼被人6點收工呢 為什麼屯門6點 你明知旁邊民居這麼艱難 黎先生 你們這些 應該有劉先生 你要環無應 這個已經是最大的問題 6點收工 其實這個開關的時間 其實是回到很多次的 我想我們現時的情況 因為有個需求 晚上的數量也有到 你給我先說一下好不好 其實我們都和業界 在不斷在諮詢 看看有沒有一個可以縮短時間的空間 暫時我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案 然後和業界回來 但是你們的要求 我們是等了出來 和業界在那裡聊天 在那裡聊天 那當然我自己可以這樣看 長遠一點 你說如果將來我們是 擴展計劃是可以走不動的 我不是玩 也都是有個 正是收建築廢物 這個我覺得是有個空間 這個建築廢物來講 和家居工商的辦法 但是那個運作時間是有不同的 就是有幾個 將來來講 我看到是有個空間 現時來講 我也是就著這個訴求 和業界在那裡聊天 是有沒有個空間 就算縮一點點 可以不可以呢 我們都在聊天 劉先生 不要勒索 不要勒索 不要拿建築垃圾 擴建堆田區 拿我們家居垃圾 這是兩件事 為什麼呢 現在根本是環庭 過不了這些臭味 在鄭居民 你說04年好 08年好 那個環庭是根本不合格的 亦都有那個環庭在03年 是做了高環的顧問公司 是告訴大家 這個位置是不適合抗檢堆田區 不過你們不用它而已 劉先生 我想問 劉先生 我想問 屯門堆田區和打鼓嶺的堆田區 都有收家居垃圾 他們關門的時間都是6點鐘 為什麼將軍澳這個都會收家居垃圾 但要收11點鐘 為什麼這樣是不是新界西的垃圾 和新界北的垃圾 是不用倒的呢 為什麼將軍澳的堆田區 要收到這麼晚呢 你打一答我問題 其實最主要 每一個堆田區 亦都有自己的收站的範圍 亦都是當年 我們設立三個策略性堆田區的時候 亦都計算了 新界東南堆田區 主要是收市區 港島 九龍 或者新界東 這方面的禮物 他們的需求 是存在的 所以為什麼 當年我們已經計劃了 是在這裡上去 為什麼新界西野民 沒有垃圾島 是 當年他們有 因為他們很多東西 都是靠轉運站 去到那一邊去 其實很多市民都提出一點 為什麼你不用水路運來 要用陸路運來 可能基哥都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用陸路運來 其實在港島區 九龍市區 特別是新界東的家居廢物 已經由食環處 或者承辦商收集了 經過環保處 宿客幾個秘密轉運站 已經轉運到 新界西 和新界東北堆田區 沒有來這裡 沒有來這裡 如果不是這個堆田區 不止收這個數量 現時因為 雖然這樣做了 在工商業方面 也有一個很大的訴求 為什麼我們有數字 每一天 有幾多 不同的時間 有幾多 用陸路運去 在業界 也有訴求 說 我的模式 你最好開夜一點 反過來 所以我們要平衡 廢物處理的 需求方面 去離領的時間 我講過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 從前規劃 現時來講 我們看一些數據 跟我們當年的分別 不是太大的 不過 雖然如此 雖然如此 我們都是 將這件事情 和業界 看看他們的運作模式方面 可不可以有些挑戰 能夠 在這個堆田區方面 那個開放時間有數改變 這是我們現在做的 業界開24小時最好 所以我們要平衡 有什麼理由用來業界的 這是我們政府環保處定的 這個時間 雖然是非常之不平衡的 有什麼理由集中了 將軍路就 014年就保護了 有什麼理由 要做管理做什麼 要做業界的 業界24小時最好 處理垃圾量的上限 為什麼 每個處理垃圾量的上限 每人都不聽你 處理環保處定 這些管理 這些廢的 這些管理 當然我們拿堆田區差不多了 在堆田區的情況 大家都差不多了 不過在我來講 作為一個政策上來講 堆田區是不應該再發展 應該要盡快收縮 還有關了它 第二 就是政府應該要盡快推動 那個是小廢物和那個 廢物分類 那我覺得這個是要回來做 第三就是那個收費 我覺得現在收商界收得低 應該收回合理的費用才合同 所以這三樣東西 我們回到立法會再追問 接下來有個諮詢文件 我希望你們區的街坊 和業主的法團 盡量發表這個意見 可以甚至來我們立法會 和立法會的員講 我們支持大家的方向 就是要盡快關了這個堆田區 這個 這個 多謝馮議員先 但是呢 剛才我的街坊說的 不是 我多謝馮議員的說法先 這個有一個總結 那第二就是 其實這個 也是真的街坊 現在天天投訴 那些臭味呢 我給你說清楚 晚上臭味你看不到 打電話你不聽 打十幾次都沒有人聽 你們現在服務 服務時間幾點到幾點 他們都不理 是啊 垃圾他們都不聽 錄音啊 是啊 所以晚上 所以更加不合理 因為你就繼續 超過六點後繼續運作 但是你們政府的同事就 繞埋手了 六點後 你們已經是錄音了 我們是收 收到三點 不是啊 現在人家晚上打來 沒有人聽 事實上我打過都沒有人聽 你會控制我 我媽媽的眼 11點前還是3點後 11點前 11點後都有打 十幾次都沒有人聽 是啊 這個我也有打過 有這樣的情況 還有呢 健康問題他不管 他只管是殺人兇手 有些呢 街坊打十幾次 就當計一次 所以這次呢 你看到呢 2012年呢 那個投訴數字 去到差不多 一千九百多宗呢 就多了七百個個案 就是 多了七成 就是我們在說 其實他們 為何會這麼 這麼猛狀呢 就是打擊 你們又沒有人聽啊 如果說錄音 晚上 如果晚上 別人聞得臭 那你沒有聽到 那你怎麼處理呢 是吧 又有一個 運作上的問題 我們投訴 好像半夜 那些聞到臭味 你第二天第三天 才找人來的 你都惡居居的 真的 那些臭味都不知道 衰在哪裏 還有說 你們現在在這裏 你們根本 你整些紀錄來 有什麼意思呢 沒有意思的 你完全那些臭味 都是存在這裏的 我們存在 是不是 你根本在這裏 萬聖中毒著 我們將那個居民在這裏 萬聖中毒了八年了 你們都當我們沒有到 你們是否當我們將那個居民 而等公民啊 垃圾政府 草奸人命 不理小市民 來